新的一天开始了 去上课了 今天上新的课程 上到下个月底 然后放暑假 然后暑假不后继续上 天还是干了 又不下雨 你看又开始浇水了 不浇水这个小树就死了 到学校了 老实说我是第一个 应该也有别人买 午休 应该是中场休息吧 课间20分钟 我去土耳其上市买点辣椒回来 天热 嘴巴不吃点辣的 没味道 天气最近都好得要死 太好了也不好 就是太干了 我们这里现在大家都希望下雨 大土耳其了 超市店 大土耳其超市 无花果这么大 这也太吓人这么大 那个梨子的 买点辣椒 看看这个辣椒现在只要9毛9一袋 然后我还要买这个黄瓜 开黄瓜吃可香了 下班了 在上班的地方热死了 闷了 出来还好 原来这个地方是修了一个座位 看一看 我还锁着弄得还挺好的 明天我老公的发小要到我们家来 要住一个晚上 他正好到这来出差 应该严格来讲 他每次到我们家来 都是因为出差顺道到我们家来的 然后我今天晚上要给他铺藏 把房间打扫 他吃素的 明天要做一桌是素菜给他吃 今天蒸这么多排骨 因为明天要吃素菜了 所以今天多吃点肉 排骨蒸好了 吃饭了 看我放了很多香菜 香菜现在放不住 从土耳其商市买的 1块9毛9 然后都要黄掉了 这个很辣 这个很辣 一定要小心 跟上次一样辣 你看我闺女多孝顺 给我加生姜 对我太好了 闺女 我以后也会给你加的 或者下次就给你直接生姜 这是买的这个排骨好 肉多 看这个肉 看这么多肉 这个肉好 今天饭吃的太爽了 那个排骨真是软和呀 肉又多 28号我们家来客人 我老公让我做这个排骨给客人吃 多浇水 不浇水花就死了 现在开始铺床 我老公发小明天来 所以呢 再不喜欢 面子得要做好 不然我老公也没面子嘛 所以呢哎呀 其实他要是来 带着他老婆什么来都无所谓 你说在这个星期里头来 你周末来 大家还有时间 你说 你平时来大家都忙 谁不忙 我也忙呀 你说我今天 快六点了下班 回家还得烧饭 烧完饭之后花园浇水 浇完水了之后 我还得要 给他铺被子 收拾好了 我要插我们家楼下去了 我家楼下 他没有打烧好了 这个窗我给他关起来 我们 卫生间里头啊 这个 小地毯 这个地方就粘了 你看 这个地方又掉下来 整个浇水似的 就这个地方 这地方可怜可怜了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会那么粘 粘了 这地方就不粘 可能这地方 发救灰了 这地方就没有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家这个卫生间铺的是黑色的 落了灰一下子就看到了 这个星期没时间打扫他 本来应该每个星期擦一次 高兴了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星期会擦两次 我家这个 你看又怎么脏 太不干净了 好大的灰呀 都说德国干净 德国这个灰还是挺大的 头发 我们家里有闺女和我 那就不得了了 本来一个人 头发掉了 还那个 到了德国之后 头发掉了四比在国内多 很多男生跑到德国都秃头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明天就上班咯 下个星期到婆婆家去 我婆婆 八十一周岁 七月一号 她要 我们送礼物给她 送的礼物是 遮阳闪的底下的那个 就是 脚 她的那个腿 那个地方 太重了 她搬不动 让我们过去给她搬 我下班的时候 星期五 然后我们就到 婆婆家去了 我还在打扫卫生的 祝大家晚安